感恩 南无大师大佩观世音菩萨南无 感恩卢君恒台长 今天我有缘能够跟徒台长对上话 我们在机场其实碰到了 我有带着一个小姑娘跟你见面 我非常感恩所有的同修 对我的帮助 我的小孩在我旁边 七几年了 1998年出生的 他是属胡的 看见了看见了 又是一个脑子的问题 小孩子是自闭症啊 我觉得有点像 什么像啊 因为我自己也是学心理学 但是我们学的心理学是很落后的科学 所以我感觉有点像自闭症 我告诉你台长也学心理学 我告诉你 心理学只是去研究和证实佛法已经存在的东西 所以很多爱因斯坦都讲过 科学家当他们爬到山顶的时候 我们的佛陀 我们的佛陀早就在那里等着你们了 佛陀能在2500年前就说有3000大千世界 啊 其实就是3000个星球呀 银河系 太阳系 等等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科学永远是正式 这个孩子我告诉你 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 让他拼命的吃吃吃 不是他自己在吃 他很喜欢吃 是灵性在吃 听得懂了吗 对对对 他每天要吃很多 喝很多 是的 他越来越胖 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 他原来很帅 我告诉你 本来很帅 你 没有生病的时候 现在还是很帅嘛 台长爷爷看看他还是很帅 像这种孩子 爷爷告诉你 救救你 像小菜一碟 我告诉你 你妈妈不要在医院里花钱了 这种灵性病我都能救 如果你是肉体病 你要到医院里去看病 听得懂吗 听懂 你这个灵性病很难看的 台长爷爷给你看到了 你现在身上有一个男的 一个青年人 男的青年人 这个人是你们家族里边 有没有自杀的 你们家族里边有没有 或者突发事件死掉的人 我的妈妈在他39岁的时候 车祸去世了 我的爸爸在59岁的时候 好像是应该生一种病 治不好 那么就去世了 你的爸爸是不是眼睛蛮大的 眼睛跟我有点像 眉毛浓的 短的 我不大气得 现在头发披下来了 现在头发披下来了 他在做这种不好的绳 所以他经常到处跑 经常让你们家吵架 是的 我跟孩子的爸爸 先生整天吵架 是的 认识开始就一直吵 就是他在身上 我开始学佛以后 他不喜欢 他不喜欢 嗯 他不喜欢你们两个人 嗯 明白了吗 我记得他曾经我在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 发现了一封信 这封信里面是这么说的 他说 嗯 他要到我上海来找我 我因为从老家出来 大学毕业到了上海以后 再留在上海工作生活 那么我在回老家 发现他的遗物里面有封信的时候 他就是这么说 他说一定要到上海来找我 跟我一起生活 是谁啊 是我的父亲的一封信 现在知道了吗 他没有寄出来 这个父亲是 这个是你老公的父亲是不是 我自己的父亲 你自己的父亲是不是 对 59年 59岁的时候去世 对了我看见他了 现在在你孩子身上啊 我孩子 头发披了 不是太好看了 有点像这种仙 就是那些神啊 在他身上 晚上就来 白天他很正常 很好 一到晚上就开始来了 对 他晚上现在睡觉很害怕 总是梦到 有人在旁边 就是他呀 就是他 嗯 你知道吗 他而且还要叫你呀 经常陪着他睡觉 对的 现在我儿子就是 我不能讲下去了 是的 你知道当你陪着他睡觉的时候 就是你跟谁在睡觉了 你就知道了 嗯 现在知道了吗 明白了 我台长不讲 你们谁知道啊 是 这东西啊真的 有时候一定要把它超度掉 不超度掉 你害死自己啊 很多人一辈子说 我怎么这么苦啊 我怎么这么难啊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你不知道 到你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倒霉了 你就不苦了 对对对 听得懂了吗 是的 而且我先生看我很可怜 因为我白天上班 所以他说 我来陪你睡觉 念经念走 对 孩子现在最近的情况不大好 那么他现在就是 许愿 赶快许愿 赶快许愿 好 你吃素了没有啊 我已经在今年的菩萨生日这天 许愿吃全素 你现在念780张小房子 先许愿 780张 21张一波 21张一波念 好 好吗 其他没什么大问题的 嗯 我看就把它念掉就可以了 所以我念的时候就是念 我父亲就可以 你啊 是吧 可以啊念父亲一半 念他的药精者一半 各占380张 好吗 好 还有啊 他的父亲经常在他在你们家里啊 所以你们家经常听见声音响的 是是是是是 是 对 好了 好 我放生要放多少条鱼啊 放生啊 放生8000条 8000条 慢慢放 好 你这个儿子很容易救的 你给他念到三四百张的时候 他人已经变掉了 好 我有个师兄呢 建议我去结缘法师的小房 他觉得我念房子念的太慢 可不可以这样做啊 法师的房子 如果念的好的可以 有的法师念的不是太好 好 那就不行 所以 好吧 你自己要看的 有的法师念的很好 我都看的 有的法师 菲菲快过来 陆台长感恩 因为这个小孩呢 我跟他很有缘 是他的妈妈一直在帮助我 鼓励我两次来花费 所以我希望我能不能帮他看一个人 就是我这个同修的妈妈 是吗 他妈妈走了 他妈妈在做义工 他妈妈在做义工 在做义工 好了 1936年了 不行了不行了 后面还有很多人了 好吗 嗯 好了 好好努力 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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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他身上因为有灵性啊 他看得到台长爷爷爷的 你仔细看 台长爷爷头上 有没有一个光环 你仔细看 集中 亮不亮 没看见 再看 盯住看 使劲看 有没有像雾一样的 词琴一样的 有没有像雾一样的 词琴一样的 有没有像雾一样的 雾气一样的 看见吗 有没有像雾一样的 你要是好好地修 台长爷爷很容易把你救好 你要念经许愿放生 你现在很正常 你没有任何病 听得懂了吗 台长那我需要念 每天念多少经 能不能念心经啊 有 四十九遍 行不行 可以 大悲咒念七遍 可以 好吗 礼佛让你妈妈帮你念 好吗 再念一个 再念一个经 这个大吉祥天女神咒 每天四十九遍 好不好 好 好了 好了没事了 已经正常了 好吗 好吗 来吗 感谢观看